人類數百年來研究浩瀚的宇宙有重大的發現 美國週一公佈從偉博太空望遠鏡傳回的最新影像 NASA表示這是宇宙最深處的高清照片 美國總統拜登說這是人類偉大的功臣 根據美聯社報導 這張影像有一部分的光是來自138億年前的BIG BANG 宇宙大爆炸後不久時出現的畫面 第一張照片是 革命的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我們明天會有幾個畫面 但你現在看起來是 光是13億年前的光 赤子100億美元打造的偉博望遠鏡 是當今最精密的望遠鏡 去年聖誕節發射升空 終於傳回第一批太空照片 NASA表示這張照片為人類帶來新的宇宙觀 對將來的宇宙研究有重大幫助 TV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